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消息表示 当天发生在特维尔州的飞机坠毁事故中 遇难者包括俄罗斯雇佣兵集团创始人普里格仁和乌特金 中新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星期三深夜公布 全部七名乘客和三名机组人员名单信息 其中包括普里格仁和瓦格纳组织的另一名创始人乌特金 飞机直飞前按照规定获取了空域使用许可 俄罗斯媒体援引搜据人员的信息源报道指出 在坠机现场已经找到十具遇难者的遗体 在飞机坠毁的消息传出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库尔斯克战役的活动上发表讲话 赞扬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英雄们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以及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通话 指美方要传达美国和这件事情无关 并且将它看作是俄罗斯国内事务 美国总统拜登稍早前被媒体询问事件时表示 不清楚事件的真相 但对于普里格任可能死于空难并不感到惊讶 又指在俄罗斯发生了很多事情 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局势 普里格任的死讯引起高度关注和猜测 他所搭乘的飞机型号 拒报20多年只出过一次意外 而且人为噪音大于机械故障 另外路透车报道 根据飞机追踪的资料 这架飞机原本毫无异状 直到最后30秒才急速下坠 一些匿名人士告诉俄罗斯媒体 他们认为这架飞机是被一枚或多枚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对于这个说法 路透社目前还无法证实 我们所有会冒进入了 但我们会冒进入了 完全 超級美麗的